希望联盟7月份公布百日新政后 星期二再公布反贪宣言 宣称一旦入主不成 就会在100天内推行系列反贪议程 首要任务就是逮捕一号官员 马哈迪点出反贪会隶属首相署执法受限 因此希望联盟执政中央就会全面让反贪会独立 希望联盟承诺会在上台100天内 落实的反贪行动还包括成立黄委会 调查一马公司和联邦土地局的挪用公款案 设立独立机构追讨被盗用的公堂和资产 以及废除政府合约直接协商的做法